为什么佛法大臣小臣 一定要先断身间 五种见或断掉才能真实的换过 才是华严经五十亿个 魏词上的第一个 粗心魏的菩萨 五种见或断了 身间断了 不再职着这个身生活 不职着身生活 你就不会为这个身去服务 宾主就归位了 身体要为我服务 我不能为身体服务 齐心都念通通为的这个身 错了 我们自己主人降级做奴辈 把这个身当做主人 在冰煮颠导 我在哪里呢 三德密藏里头有我 啊 佛说的 法身生活 法身是整个宇宙的本体 一切法都是从它变现出来的 那是生活 慧能大使说的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能生万法的个生活 啊 般若生活 这样 智慧生活 卸脱生活 法身 般若 卸脱 这种生活 我们现在迷了 法身 般若 卸脱 都不存在了 我没有了 没有我 找这么个身体来 任它做过 一切为它服务 释迦牟尼佛 明白人 他不为自己身体服务 他要身体听它的 啊 日中一时 书下一宿 身体完全听命于它 它不跟着身体走 啊 决定不造罪业 啊 决定不造罪业 啊 决定不造罪业 呀 决定不造罪业 太行洪定不造罪业 啊 决定不造罪业